我们今天还在大峡谷 上午的话把另外一个部分去看一下 但其实也是逛不完的 下午的话就走了往南走 中间去哈瓦苏盐湖城还是什么地方 哈瓦苏就叫哈瓦苏城 哈瓦苏城湖城是吧 哈瓦苏湖城 或者是另一个地方吧 不确定酒店还没订 到时候再说吧 看能开多久就在哪里 住在哪个城市 大家好 今天要去的地方 就是我们此行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地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 昨天我们去的大峡谷这个景观 到涂萨阳开车40分钟 距离不远 但是山路 而且冬季路上有一些地方 还有积雪需要慢一点 其实这一路上有很多的viewpoint 就是观景点 是可以停车观景的 但是昨天太晚了 我们在中间的地方并没有停车 今天我们最理想的行程 就是把剩余的部分都灌完 大峡谷面积很大 但是只要拿到他们的地图 就非常清楚应该怎么玩了 这次工作人员给了我们的是个中文版的地图 就更容易看了 我们昨晚住的是涂萨阳小镇 在南入口更南的位置 这些标识标注了涂萨阳有什么设施 停车 餐饮 加油站 机场这些我们都是熟悉的 这次认识的两个新的标识是野餐区和露营地 就像我们这次走了几个国家公园 这两个标识是需要熟悉的 因为美国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野餐区有一些停车位 厕所 桌椅 垃圾桶等配置 要去他们规划好的区域进行相应的活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饮用水的标志 代表这里提供饮用水 但是冬季的山上有些地方不提供 还是自己带足够的水更保险 除了选择屠萨阳住宿还有大峡谷村可以选择 但是大峡谷村的酒店价格会很贵 这里直接在景区里边可以按照自己的预算来选择 我们今天的行程是需要来到大峡谷村的 我们在这里转了转 看见了停在路边的火车头 这里有很多树面积也不小 你看底下那有一个徒步的路 底下那个细细的线 那不是徒步的路吗 徒步的都是泳士 这里只是石头而已 那还可以穿个山洞 那边好多雪 这小果子应该是废弃的吧 不知道了 放在这里给你成列了 这你妈妈的小果子肯定不是这一列 对我也搞不清楚是冷还是热 但是穿羽绒服的也有 穿短袖的也有 就是你裸露在外边的皮肤 就被风吹到就非常的凉 但是你穿着衣服的地方 走走它就会出汗 是挺奇怪的 这个温感 这早期的火车是这样的 早期这个人力踩上头 然后坐深蹲 这个 对 这就是火车 这怎么叫火车呢 这不叫火车 叫人力车 对啊 就是你踩上头 然后坐深蹲 这个车就往前走 然后这个是也放在火车轨道上 他们那个维修养住工人 他们就用这个 哦 对 就一辆小车而已 没事 往这随便铁轨上 随便走 前面已经拦上了 展览的地方 这个就是红线的车站 如果是蓝线的话 就是蓝色的标志 红色线就是红色的标志 先来看看图上这些密密麻麻的线路 比较明显的就是红色蓝色 橘黄色和紫色这四条路线 这四条是景区大巴的路线 红色大巴路线完全是观光路线 我们这次本来是想要做大巴的 之后发现3月1号到11月30号才会运营 我们去的时候是2月份 只能选择开车上山 体验上没有任何影响 相反人少车少体验非常好 蓝色大巴我们也做了 主要运营范围是在峡谷村穿行 橘黄色大巴路线 只在游客中心小范围内运营 也连接了几个观景点 紫色线路大巴就是连接大峡谷景区 和景区外的路线 自驾的话基本用不到 需要注意的是 这四条大巴路线 各自运营的时间有差别 蓝色和橘黄色线路都是全年运营的 但红色和紫色线路运营时间不一样 除了大巴路线 剩下的就是自行车路线和徒步路线 这些我们暂时也用不到 我们这次只深度游了红色大巴所走的路线 这部分观景点比较密集 游客中心这部分没有过去 总共就十公里 我们还是开车过来了 因为等的时候一个小哥告诉我们 冬天是没有这个的 没有红色巴斯的 整个红色线路都是停掉的 我本来就是想躲避这个公交车 所以不想开 结果人家都想到了 你看看 这修的 还有点好呢 中间还有各种小板凳 出现了 哇 哇 哇 视野很开阔 这个就是红色线路停的第一个顶 这个就是红色线路停的第一个顶 怎么感觉每一个山上都有线路呢 徒步的大神们可以走遍地球的每个角落 底下好多路线 那边没有栏杆 你可以过去拍一张 假装你在悬崖上的照片 也不是假装了 确实是悬崖 有营地吗 对 那个中间 正中间 那条小路过来 这边有一个房子 还有几个房子 啊 我怎么没看见 我给你拍下来 你想看了 我瞅瞅 我现在瞅瞅 哦 我看见了 哦 那个白的 对 那个白的 那是营地啊 对 那条路应该是个营地 那边还有房子 那个路头上 哇 他们在这里过夜的 就是每一个点 让你下来看景色的点 修得都很好 很整齐 从这条路就可以去 现在并不通的 那个公交车的站点 我们刚才越过了一个点 就是对面 他们那个山上 看那些人了吗 就那个点 我们没过去 可以过去 他走好远 上 都差不多 没有相距多远 而且你回来的时候 还能再去呢 但我会忘记 到底是哪个点 停车了 这个就是他们 国家公园的标识 别往前了 这下头也是那什么 你要一划 你直接就没了好吗 这里有个纪念碑 风会把我刮下去 怎么可能 这下头的标识 这个点 就是这样 选择这几个停车点下来都差不多了 都大差不差都是看对面 这里是有些纪念的东西 嗯 纪念碑啊 什么之类的 妈妈 那边有火 那边有水 这底下也有路线 赶紧徒步的 哪都能走啊 对 你看底下还是有路线 这些徒步的 真的是 太猛了 对 他已经走出路线来了 所以大家都是 就这么走的 对 哇 能看到那个河了 看见吗 嗯 看见了 克罗拉多河 美国的母亲河 哈哈哈哈 都差不多 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边看几个就很震撼了 其实全看了 差别到 还是不是特别大 后面是吧 是 刚才那个杯那个地方 强烈推荐 你很吓人 吓着你了 是吗 因为我确实又很高兴 我还行 这个路的尽头呢 就是直接开进来 就是短暂的调整一下 结尾的停车场 就是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然后车就停在右侧就可以了 右侧停车场 这边有个服务点 然后就要是 他们这个要收费 25没分 可以看一次 红色公交车的线 其实就已经完了 这里就是结束的地方了 我们就返程了 反程路上就不停了 不停了 不需要停了 这个年票简直太值了 你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边走边玩 然后就这个其实挺长的 开会是一共才20分钟的美 大峡谷南原路线就是这样了 只看各种观景点的话 个人感觉两天足够了 国外的必胜客 感觉比国内的尺寸要大 好多呀 12寸的 直接就只有12寸 你看 行 哇 太爽了吧 鸡好漂亮 从大峡谷出去路过了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公园 进来看了看 这里自然环境资源比较丰富 而且很多都允许大家使用 想要钓鱼路营 骑自行车徒步的话 会有很多选择 最后我们是导航到达金曼休息的 中府走的是40号公路 这也是我们这里天走过的路况最不好的路 从大峡谷出来一直都是下坡 这条路还经常有弯道 大车也非常多 速度非常快 开起来很刺激 走这条路的话要注意安全 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by bwd6